晚餐时间看看你吃的是什么鱼 这位民众去热潮店点了这个烤味增鱼 但是吃下肚子之后呢 回家疯狂腹泻 到医院问诊之后才发现 原来自己吃的是所谓的台湾鱿鱼 台湾鱿鱼里面呢 因为含有辣汁 肠胃不容易消化 营养师警告 如果吃太多 还可能有脱水休克的生命危险 到热潮店点的烤味增鱼 看起来就像血鱼一样 但有民众一口气吃了两大片 回家疯狂腹泻 差点没命 回到热潮店一问 才知道原来所谓的味增鱼就是鱿鱼 不管是外观还是颜色 和血鱼几乎一模一样 但肉质口感大不同 两者价差更高达三倍 血鱼养分高 鱿鱼因为含有辣脂 吃多了身体就会受不了 在日本已经列为有毒鱼类 禁止贩卖 早期的时候很多民众会拿它 来当作一个减肥胜品 会觉得说它还变了 之后体重变轻了 但是可能要小心的是说 因为你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造成脱水 一大片鱼鱼只要90元 相当便宜 不少女性朋友拿来当作减肥胜品 含有量高 再加上里头的蛇进毒素 人体肠道无法吸收 只能自然排出 只是万一吃太多 可能会造成脱水休克 另外像是秋刀鱼和鲑鱼 也是含有量较高的鱼类 吃多了也不好 热炒的一料理名称 没有清楚标示食材 民众又是没有主动问清楚 难保持下肚身体出状况 中文新闻综合报道